男人第一次和女友约会 竟然请对方吃起了糖醋玻璃 女孩抓起碎片 大把大把地塞进嘴里 为的就是对方能饶他一命 可第二天 女孩还是死了 凶手抽干了女人的血 在墙上画了一幅肖像 我把你画成花 未开的一朵花 再让鲜血一脸一滴顺着墙落下 这个场面震惊了所有的办案警察 隔天 警察沿着整栋楼挨家挨户开始调查 他们很快便来到了凶手的家门口 男人不慌不忙 微笑着邀请警察进门 还跟他们讲起了自己和死者的情愿 男人在六个月前搬到了小区 一次在地下停车场 善良的女孩帮助了自己 两人都喜欢吃绿肉火烧 有着相同的爱好 几天后 他们又在健身房偶遇 女孩的身材很好 做成标本一定很漂亮 当晚 两人一起共进晚餐 吃了倒硬菜 女孩很开心 感动得直哭 说到此处警察反应了过来 大兄弟你行啊 这不就和凶手对上了吗 后来呢 是你杀了他吗 男人敢忙否认 我只是实话实说 后来我俩吃完饭就再也没见过 女警还是觉得美术老师有些可疑 她借口拉肚子 来到了男人的卫生间 这里布置得井井有条 根本找不到任何线索 出门的时候 男人说自己一直都在 有问题随时来问 可刚一下楼 警察便和一个房产中介擦肩而过 女人分明说美术老师就要搬家了 这和男人的字数根本对不上 房间里 凶手欣赏着自己的作品 发现有点瑕疵 心情不免有些失落 她悄悄溜回案发现场 咬破自己的嘴唇 将一处空白补了上去 随后才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下一秒 警察突然走了进来 他们以为这个帅哥是神经病 就将他撵了出去 这边 重案组开了一场重要会议 他们分析了凶手的作案手法 他会用两个月观察目标 两个月接近目标 经常制造巧合与偶 从而介入对方的生活 等到女孩完全信任 对他产生好感后 画家便会出气不易果断杀死对方 也就是说 凶手的杀人周期为六到七个月 案发现场只拍到了 画家的一个背影 目测身高在一米四到两米二之间 听完报告 女警立马对美术老师产生了怀疑 此人完全符合犯罪的测血特征 可即便如此 女警却没有跟任何人说 她回到案发现场 发现墙上的画像多了一块血迹 跟之前的照片根本不一样 现场的警察说 上午确实有个精神病来到了这里 长得挺帅 身高在一米四到两米二之间 女警听罢 赶紧用刀刮下了这块血迹 只要经过DNA比对 就能查出凶手了 如今 一切犯罪证据都指向了美术老师 女警悄悄跟在男人的后面 老师很快便有所察觉 她故意走向地铁的平面图 掏出一根红笔 在上面画了几个圈 女警走近一看 红圈正对应着这几年的案发地点 有些甚至是未公开的内部资料 这回 女警彻底醒悟了 她赶忙将电话打给总部 告诉他们自己已经锁定了凶手 可凶手是谁 现在在哪 女警就是不提 只是说自己在跟踪对方 随后便挂断了电话果断关机 这波操作简直要气死我了 结果不出所料 女警很快就让画家拿刀给赶了 警察到最后也没搞明白谁是凶手 对 搅拌 您好 不然 很快 您最后 您 Fu 您好 您好 您好